你看這骨頭輕輕的一撥就掉了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小編來開箱 我是KINGYO的小編 今天我要來介紹的這台是 KINGYO最新的商品 時光鍋 微電腦全能壓力鍋 只要熟悉料理 長期泡在廚房的人就知道 其實我們常常因為要熬湯 或者是要煮一個 可能比較花時間的像是咖哩 或者是什麼紅酒燉牛肉 還是什麼紅豆湯之類的 那個光是你鍋子的話在爐上煮 的話要煮到大概一兩個小時吧 裡面的東西才可能真的會很辣很好吃 要不然你如果只是煮了半個小時 那它可能就是有那個味道 可是在口感嚼勁上 就是沒有那麼的進入人意 有一些人他會知道說 要用壓力鍋來節省時間 那壓力鍋呢 大家一定會想到說 有那種爐上煮的壓力鍋 覺得它的這個安全裝 有時候好像是有一個流程在 你只要這個流程沒弄好 好像很容易就會爆炸的感覺 而且你還是要在爐上煮嘛 所以你還是要顧鍋 那剛好最近我們公司 竟然就開發了我夢寐以求的新商品 也就是一台微電腦的全能壓力鍋 我們又給它取一個定稱叫石光鍋 那那個石是食物的石 有兩種含義 一方面呢 是覺得說它塗出來的料理很美味 然後大家都可以吃吧 像石光光 石光啦 石光光 那還有就是我們舉一個石光的諧音 也就是代表說 它其實可以很快速的 就可以幫你把料理統好完成 而且它是電腦去 人家說點到買一張滾頭糕 那我們現在是電腦也可以就是 煮出超美味的料理 同時有壓力鍋跟電子鍋的功能 那你是想像 我們今天如果把白米飯放到一般的電子鍋 它大概也要煮個半個小時吧 那可是如果今天把白米飯 用我們的石光鍋來做的話 沒有聽錯 這塊只要八分鐘 那它也有預約功能 就是你先設定好把東西放進去 然後它在你預約好的時間 就會自動控制 那你等料理回來的時候 裡面的料理就可以完成 利用高壓的原理呢 讓原本可能需要煮三個小時的料理 我們只要一個小時就完成 非常的方便 我們直接來做做看 好那到了我們的料理時間 我們今天準備的料理呢 是蘋果燒熱排 那它是一道無水料理 什麼是無水料理呢 就是烘調過程中是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那它靠的是食材它本身天然的水分 然後利用高壓烹煮的過程中 把水分釋放出來 那我簡單講一下 我們的內鍋的部分 用的是後腐球鍋 它裡面也是不沾的材質 非常的好清洗 所以注意喔 也不要用湯匙啊 比較堅硬的物體 去撈裡面的食材 怕會傷害到裡面的塗層 它這個內鍋呢有一個圓形圓弧狀的球狀的一個面積 這樣子的設計呢 就會讓蒸氣比較好回流 因為有些內鍋它是90度的嘛 那蒸氣打到裡面等於說就是反彈回去 所以這樣子比較會有受熱不均勻的問題 那我們用球鍋這樣的設計呢 就可以讓食材就是受熱非常均勻 而且其實高壓烹煮它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你的蒸氣都不會跑掉 所以它其實就可以讓食材裡面一些獨特的香氣 可以完整的被保留住在裡面 都不會流失 拿出這個後腐球鍋 如果你在家裡面空間比較小 食光鍋它不一定要擺在你家廚房喔 你只要把它放在一個就是可以方便插插座的地方 你只要拿著內鍋 就是移動來移動去 去洗東西啊 然後去裝東西什麼的 這樣子就非常方便 就不用抱著那麼大一個電鍋去移動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放我們的食材 我們的蔬菜類的東西都鋪底 所以我們先把蘋果放進去 我會切那麼大塊 是因為之前有測試過 就是如果你切太小塊啊 最後再高壓烹煮的結果 它也會全部爛成泥 所以如果你還是想要保留一點食材的形狀的話 可以切大塊一點沒關係 好 再來我們放的是馬鈴薯 再來是放洋蔥 那最後放上幾顆蒜頭 增加一點味道 好 蔬菜的部分放完了 然後再來是放肉的部分 這次我準備的是那種豬小排 豬肋排 然後我還有放一點就是有白白的這個軟骨的部分 那這個肉我已經有先用鹽巴抓醃過 然後大概靜置10分鐘左右 好 插上電源 那這時候按一下開始 它就會有一個0000 這時候就可以做設定了 我們的食光鍋呢 它有九種料理模式 以及最後一個是再加熱的功能 那每一種料理模式 它都會給你參考的就是時間 那比如說像我如果要選擇 這是白米飯 那它現在是標準 它就是大概12分鐘左右 那因為我現在要燉的裡面有軟骨還有排骨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比較難燉爛 我希望它可以口感很爛的話 那我覺得它應該屬於豆類提筋這一類 我就按按到豆類提筋 然後它現在是標準模式 我們有三種的烹調方式 分別是筷子標準跟慢燉 那我希望它可以真的燉很爛 所以我先選慢燉 那它跳出來大概就是五十五分鐘左右 這裡有一個鎖的標示 往這邊就是鎖緊 然後往這邊就是開蓋打開 把這個準備好的內鍋放進去 然後確定有矽膠封條 然後這些都有裝上了 再把它關起來 好這樣就是有鎖緊了 好那這時候呢 我就按開始 這邊那個符號一直在轉 就代表它是在加壓中 我這裡有一個時鐘 那我們就來看看 從開始煮到煮完 花多久的時間 然後最後的料理會 呈現什麼樣子的狀態吧 好就在剛剛呢 我們的時光鍋已經完成這一次的烹煮 那它現在會跳BB 這其實是保溫的意思 如果你不希望它在保溫狀態的話 你可以按下取消保溫這個按鍵 它就會切換成一般沒有保溫的模式 好那這時候我來說明一下 我們要怎麼來開蓋 因為很多人可能對於壓力鍋 它的一些安全上可能會有所顧忌 那我們時光鍋有十項安全保護 所以直接可以判斷的 就是它這裡有一個卸壓法 裡面有壓力的狀態 它就會凸起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如果要去轉動鍋子 是轉不了的 因為它這個凸起來打住 所以你沒有辦法開蓋 這也是一種防呆的安全裝置 那我們必須要把壓力完全卸掉 它的卸壓法才會掉下去 這時候我們才可以成功的開蓋 好那我們要怎麼卸壓呢 其實我們有去比較一些市面上的禁品 那很多它們的排氣孔 跟卸壓鍵是做在一起的 所以你可能要拿 長柄的東西 或是隔熱手套去這樣子推推推推 那其實蠻恐怖耶 蠻危險的 那我們是做分離式的設計 不要在這個卸壓鍵上面輕輕一按 好其實就這樣子它就可以馬上的卸壓 你就不用再等 那如果你想要等它自然卸壓也是可以的 就是在它通調完成之後 大概還要再等10分鐘左右 它才會全部自然卸壓完成 那你如果不想等那麼久 你就可以手動卸壓 那我再說明一下 其實這個孔呢 你如果去搬動它 它也會卸壓的喔 所以它的原理就是 讓這個孔就是外一邊 然後它就會排氣 好那我就把它卸壓完 所以這卸壓過程很快 大概就30秒以內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這邊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就是你的內鍋食材很滿 大概有9分滿 而且如果又有很多液體的話 它在卸壓的時候 可能會有湯汁噴出來喔 所以大家要小心 因為我今天做的是無水料理 所以我知道水位會比較少一點 會比較在中間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子 很快的排氣泄壓 那大家有看到 剛剛這個孔根本是鋪起來 然後現在掉下來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把蓋子轉開了 好 開蓋 哇 完成了 我們今天的蘋果燒肋排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排骨的部分 你看這骨頭輕輕的一撥 就掉了 超爛的 然後像剛剛的放進去的馬鈴薯啊 你看就是這樣一夾 哇它就散掉了 超棒的 當然如果你想要吃口感 不要那麼軟爛的話 你的時間就可以設定是標準 就可以不用設定慢燉 那標準也會比較快一點 好然後我剛好放一些軟骨進去 你看 它的軟骨 它原本是乳白色 它已經煮到就是呈現透明的顏色耶 這軟骨 完全是可以吃 而且你可以把它輕鬆咬碎 吞下去的那一種 超棒的 我知道有些人好像蠻喜歡咬軟骨的 所以不要忘記喔 我們剛剛 在料理過程啊 我們都沒有加任何的液滴水 可是你看現在煮出來吃多湯汁的 這完全是食材它自己本身的水分 然後就利用高壓的原理 把它就是全部熬煮出來 非常的天然非常好吃 而且你看我剛剛加的全部都是圓形的食物喔 我就沒有加其他的加工食品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料理 就是可以又吃得很健康很美味 然後你又不用花太多時間去熬煮它 你就可以吃到這種程度的菜 我覺得有這一台磁光鍋真的是很值得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到下一個階段的測試 傳統電鍋出場 那這個電鍋真的是很不錯的一個產品 只是當今天遇上壓力比它更高的 我們的磁光鍋的時候 我們來煮一樣的東西 到底會發生什麼樣子的差異性呢 我們今天來實驗的是紫米紅豆 你看這個紅豆看起來這麼的硬 就是完全沒有泡過水的樣子 好 那我們就放入一樣的份量 加入一樣的水量 加入一樣的水量 一樣 關起來 充拿 慢燉 我們壓力鍋煮好了 那我們傳統電鍋這邊就強制讓它跳起來囉 壓力鍋加壓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大概實際上煮了大概80分鐘左右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沒有泡水的紅豆煮了80分鐘之後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哇我水加太少了 沒關係 等一下我會再加水 兩邊的差異 哇它整個紅豆都爛掉了 很好吃耶 那我來吃一下傳統的電鍋這邊的 雖然紅豆也是有爛沒有錯 可是它還是保留了完整的顆粒 然後吃起來會就是粉粉的 像這個它是直接整個爛掉 所以它吃起來有點接近泥的狀態 然後它還是有粉的顆粒感 所以很明顯就有所不同 那如果有喜歡吃粉粉 或者是這種顆粒狀的 你就可以一樣用我們的石光鍋來燉煮 只是可以不用燉煮這麼久 大概就是半個小時 應該就可以達到像它這樣的狀態了 經過以上的示範 相信大家對石光鍋應該有更多的了解跟認識 那我再說幾個石光鍋的小優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風格非常的美型簡約 所以其實它非常的好看很漂亮 擺在廚房裡面感覺就是個裝飾品 那還有它的面板 就是它這個都是微電腦的觸控按鍵 完全沒有任何凹凸的接縫 所以你在清潔上就非常的簡單 只要拿抹布就是這樣擦過就好 而且其實如果你把它擺在一個比較相對乾淨的地方 就是打取都只有拿內鍋和蓋子 其實這一台也不太需要清潔 就是只要大概用個抹布擦過就好 而且它是霧面的設計 所以它清潔上是超級容易的 那這個鍋蓋的部分都可以洗 像裡面的矽膠條嘛 你都可以直接很輕鬆的拔出來 然後去沖洗 然後這個都可以用清潔劑去清洗的 那如果矽膠條 它其實這個是消耗品 那有需要購買的話 也都可以找我們朋友來購買 那內鍋呢是不沾的材質 那清潔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用菜刮布 或者是尖銳的東西去刮它 去刷它 不然很容易就是那個不在的材質會被刮壞 可拆式的電源 所以平常不用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電源線拆掉收起來就好了 它裡面的大小是2.5公升 所以非常適合像小家庭 或者是在外面租房子的朋友不適合明火 可是你又想要偶爾吃點工夫菜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樣子的一台 微電腦全能壓力鍋 在家裡面簡單的料理 它是微電腦設定 所以它自動充足 不需要復活 你可以在烹煮的同時去利用時間 做更多的事情 把一台放在家裡是非常的適合喔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到Facebook或是IG去按讚追蹤 如果你想要看哪一支 停用的商品開箱介紹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小編喔 你不想錯過小編開箱的任何一支影片 記得要到我們的Youtube去按下訂閱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的通知喔 那今天就先這樣啦 Bye